玩具TV突擊直播 第一時間要看什麼 就是看馮瑩影和麥明斯 現在就是香港時代廣場 GUNDAM BOX開幕演例 先拍攝台中競爭 我盡量用現場收音 我不想讓大家聽CII介紹 雖然坦白說 你說比我介紹更好 喜歡馮瑩影的朋友 不要錯過 我想說喜歡麥明斯 一會更加不要錯過 沒錯 我相信現在心裡的目標照 你喜歡這張場景 決鬥的場景前面拍照 留下這個合照留念 先拍攝 現在這個位置 好 多謝 麥明斯 到台中拍照 到麥明斯出場 這邊拍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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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錯 我看到他們都是一藍一紅 藍色我當作是聯邦軍 紅色我當作是趙軍 所以這個合照是不錯的 巴迪可以舉高一點 讓觀眾可以看到肚子 麻煩 我們很照顧這些男性的觀眾 和讀者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這個玩具TV 好 沒有 好 我們來 Luii Asa說不知我們要賣高達姆士 我們趁機過去教她 你回去教一下 Luii Asa為為何要賣高達姆士 我們我們一起賣高達姆士 我們一起賣高達姆士 我又想報他這個不是高達姆士 這代表是殺雅仁 即是Nobel Gundam 和Shining Gundam 一有美女就有很多like 證明我們很照顧男性的讀者 但女性讀者也希望不要介意 亦都明白到我們和美女的分別很大 這裏是明白的 而且是習慣了馬佬愛高達女人不明白 所以暫時這一節我們先招呼所有男性讀者 所以先弄一些美女給大家看看 我們有女性讀者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知道你是高達粉絲 今天來到這個現場 為何這麼喜歡高達? 我今天的風情真的很驚訝 其實是由我青春期開始 已經是Gundam 所以Gundam是陪著我長大 那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呢 我猜應該是 青春期應該是Gundam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在幾年前 Gundam Dogs and Hong Kong II 的時候 我已經有份參與 那時候 仍然功夫是做足的 就是去嘗試做一些part time modeling job 就是開啟了這個娛樂事業之路 間界大開是不是 就是前度活動 還是這樣 還有更加重要的事業 對 還有更加重要 這也是事業上 還有愛情上 其實我和我男朋友第一次相遇 和第一次合照 就是在這個商場 就是Gundam 在高達面前拍照 哇 哇 這個對你來說非常重要 人爭裏 對 所以希望 會有更加深 香港四五六七八九 我們會繼續的 見證我們的愛情之路 一直漫長下去 不過你看到這個 對決場片 我想知道 Louisa在人爭裏 有沒有遇過這些 對決場片 或者在人爭裏 很重要的對決 其實今天呢 我和王妍很明顯是夾了的 因為呢 我們是死敵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不對的 就是這個 由這個廣正舞台 到這個後生仔聊聊天 那今天呢 就發覺 幸好原來我剛才開口中 藍色是聯邦軍 紅色是智惠軍 所以確實是硬拼的 我現在的事業是 就是參考了阿寶的造型 藍白色 那我就參考了馬三 紅色的造型 那就是今天 我們最後決戰到 我們是 就是 是 是特地難分難解 最後那個結局 其實 最後就是 六四頭都未知 對 你叫我們的火花多厲害 看到了 拆拆聲 所以要下次再叫我們 你們再去鬥 好 多謝各位分享 多謝 給點上聲 各位今天留英子過來這邊 可以休息一會 好了 一六月跟著來還有嘉賓 我想說馮瑩瑩 這些 不是要付錢 真的 這些堅值 沒錯 希望剛才這個燕 阿娜姐出場 相信很多粉絲都很喜歡阿娜姐 在這裏 跟著多謝香港 亂說先 非常要遲遲一步 是的 我想今天的收視 特別是男性的觀眾 應該都佔了95% 我想會99% 尤其是like方面 對 講多一點 其實我之前 都有跟這個 現在的李佳心拍過照 亦都同樣 在這個Gundam 作現Cosway Bay 她當時做的Cosgirl 是非常之美 這個真的 日本的事實是很美 很漂亮 看著鏡頭 對著我笑 對著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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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看著鏡頭 對著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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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又真是尷尬 其實有什麼關係 呢 嗯 那個關係 就是我們的觀眾 是35至44歲 男 很棒 其實關係很簡單 最重要是上到報紙 你要請這些明星才上到報紙 老實說 剛才那段說話就是前Bandau高層的說話 可信性很高 這個是我們客席的嘉賓 我們暫時不會影響他上 哈哈哈哈 馬上拍 之前的鏡子全部都沒有兩場拍 That's it 這次我們算盡量霸出一個比較前和好的位置 去為大家這個現場報道 所以都希望給多點Like 多點FORWARD我們玩具TV的影片出去 我們會繼續拍更多好片 還有開更多的正玩具和大家分享 沒錯 尤其是我們幾位主持很努力的 為大家搜羅這個即時資訊 另外都要賣一賣廣告 麻煩大家都去這個Walk alone 看看他這個籌備經年的SFED介紹 這個是非常之正的一個 我想問一下下一次有嘉賓是誰 有三條中路 認識個老鼠嗎 哈哈 那已經說了 哈哈 哈哈 好 我們鏡頭又回到這個 這個娜姐那邊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非常友好 但是在電影裡面也看到你們 鬥到你死我活 比較像這個 這個終極對決的場景 我問一下李嘉賓和娜姐 就是你們在拍戲裡面的時候 是不是也都刷出很多火花 心風鏡的時候 是他被我欺負的 是 其實他就被動多些 他被動多些 喂喂 但其實你們在心裡面 都是要抱著這個心情 好像人生對決的一大 決截長長都是 你感受特別的 我感受特別的 因為我們在 我們在未刷出都有火花 因為有些事沒有冷氣的時候 就是在很熱的環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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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穿我就 我覺得我自己的角色是不定 因為是 每開始 每場會不會有Metal Bill買 這個你待會就要去看看 他們那個Sales booth 究竟有些什麼在裡面 本身應該就沒有的 不然應該在這個高達同好聚 瘋狂地出了Post 其實你們在人生裡面 你有沒有遇過一些大場景 或者你覺得 我看見現在有少少滿場 都可以分享一下 這個Strike Gundam 那個情況 當然本身 這次產品是漂亮的 但是 是否需要2000元 樓上搞呢 其實我相信 見到大家各大的商店 都把價錢定位 在1900元樓下 很多都見到150元 似乎現在的貨量供應都足 所以變成 如果大家有心玩 我覺得不需要特別說 撲出去衝 無論如何 早買早享受 如果喜歡的話 無所謂 高位吃 我覺得Metal Bill 這些價格 都是慢慢又回起 不過很難說 沒錯 這些純粹是預測 我們戴上帽子 將來突然爆到2000多元 然後說 那條德哥又說會跌 那是I'm so sorry 所以先打定頭盔 但現在是 我見到現實生活都見到 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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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應該是這邊 你 一個 一個 就是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其實是兩人都不想要的 那現在就大合照了 咦?會變左? 為什麼會變左? 很厲害 希望大家可以給Dick 因為他兩隻手舉得很高 其實這個動作是很累的 除了拿著這個相機之外 還有那支棒也不輕 我想知道什麼是高達姿勢 算了吧 這擺明是撒瓦人 解架 遇到娜姐很無奈 即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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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熟高達的人來擺姿勢 應該都是這類型 這個世界是現實的 大家 你要明白 如果不是有這些 紅星 嘉賓 他們需要見報率 無論是活動和演員的世界 這樣運作 我始終覺得 看美女 比看我們這班中佬 這個是鐵一般的事實 即是沒有理由看幾個 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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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擺姿勢 我覺得就沒有這個視頻 基本上是爆完粗 爆完粗才會關機 對 每個人都給出一個慘慘的樣子 不得了 這些 看他們 通常都是火滾羊 咦 有這個 假裝了按掣儀式 好 現在我們在中間就好飛了 好 現在我們有請 從Centralize Mr.Mia Tawa Mia Tawa Mia Tawa 今年其實都想說多一點 其實每一次 這個Gundam Docky & Cosplay Day 都會有 我們可能比較異熟能場 一些巨像過來 有Fuera有貴 這些日籍人就是 日本Bandai 那樣的高層 喂 你真的要介紹一下 我問 現在出來的 這個花花三 就是Bandai 香港的公司 另外他旁邊那些 其實是現在的 營運總監 那些級數 但我想說 在Bandai 排出來的代表 半個中國人 或者香港人都沒有 Bandai Bandai 是一間很傳統的日本企業 他們 比較著重用 他們自己 日本那邊的日籍的同事 那始終日本傳統企業 他們的方式 都是用這種方式 好 除了我們這個 讚賞之後 我們也會在大平方的 播放短片 讓大家很精彩 欣賞到很精彩的片段 那剛才詩儀都說了 本身都會有一個 比較 受歡迎的短片 至於短片是關於什麼 我也很拭目以待 3 5 4 3 2 1 開幕典禮 現在來 辛苦 那拍一拍大屏幕 Gangnam Docks 和Hong Kong Free 今個夏天 強身擊殺 首先看到的是Freedom 接著就是Torgis 基本上每一套高塔都有看到 還有Torgis 2 還有這個神龍 還有最新的GBF 都會看到 我最喜歡的Xia 哇 爆屍了 神盾 衰 當然跑不掉Unicorn 沒錯 竟然是佐天師這些 出不出的霸 都有Fans 無風 Buster 李峰子 這似乎是3D 這似乎是 Dry Run 3 這真是真心正 還有這個人妖 Nazali 跟著 接著又見到 嘩 基佬Solo 正 我最不喜歡的基拉大神 和魔女王 Gundam 這個終於有配音 很明顯大家的重點會放在哪裏 就是放在Gundam Build Divers那裏 那裏 說多一點 本身其實 報紋 他的收視率在日本是很差的 那無論如何 我自己就很欣賞他的模型 那 閣下閣下閣下 這套戲我都覺得是追得過的 合不合我們這些比較成人向的 即是大人的觀眾呢 其實就看完你不用想都不是一件壞事來的 你說適不適合我就真的不敢說了 明白 因為以我所知 Sunrise 他們都 即是在高達方面都有兩面發展 一方面就給 小一點的受眾 另外一方面 比如像Unicorn 就會給我們這些年齡層的一些受眾 終於到今次的主角 瑪莎之反擊了 也有最出名的佩洛 現在正在播放 當年的作畫 其實真的一般 始終年代就是這樣 來看看什麼時候 是Remaster 我極度期待這個Remaster 這是一個經典場面 兩個經典場面 全部都爆出來 完美呢 似乎完 對了 很開心的這個會議 每一晚 每個主台都會和大家見面 好了 在這個時間 也都再一次又請我們 少許家賓 到台前和一見面 大家亦都放在我們的 這個 一陣子攝影相 好的 我們請了 Krissy 和Lison 台前的 好了 其實呢 我們這個大會都準備了 一些紀念品 要送給各位 好了 我們先收拾組 我們 已經過去 已經過去 好 好了 我們請 Krissy 代表我們今天 在香港的 致送禮物 Krissy 你可以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反而是 一些攀掌嘉賓 好 我頂他們都不要 老實實 便宜地讓給我 絕對需要 對吧 這幾天 這兩下 好像是支持 德哥 爆發的 不是 不是 本身這隻是會場的 Jok in Hong Kong 所以你見到在右邊 會有一個 今次展覽的Logo 你們的嘉賓 來到我們 Ginnamgoksen 香港3的這個開幕 大家看到最右手邊的日籍人士 其實她就是Bandai Spirit 現在分了兩邊 分了兩邊 就是Bandai Spirit的總裁 來的 好 請留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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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拍攝 拍攝 一起拍攝 我會 Pew northwestern 彈何時 押擎 是 號 Bandai, Sunrise,瑞華行的重要人物 幸好暫時沒有下雨 真的不知道 德哥知不知道這兩合無形有什麼特別之處 本身都是用彩透 老實說作為一個高達米 都會就著這次G&BH3 正式和大家見面 我們今天開幕禮物到此結束 今天開始直到9月2日 正式和大家見面的開幕時間 是上午10點至晚上10點 在這裡感謝所有的傳媒朋友 社會的嘉賓 邀請我們新聞嘉賓 可以跟所有的嘉賓 做這個傳媒的訪問 感謝大家 明星就看完了 是時候要看一下高達 好了 都循例地介紹一下 這次都有六米高的大象 包括Niu Gundam和沙薩比 很坦白說 本身如果拍攝近一點 你會留意 他們都是用MG的規格去做 例如說 Niu Gundam 除了白色之外 也會用灰色來做這個鑑紋 旁邊的沙薩比 亦都跟足的設定 本身他用兩隻不同的紅色 整個輪子 你問我 是帥哥的 不過我想補充多一點 其實在姿勢上 我就覺得需要再收拾 我剛才跟德哥都談過 他們的姿勢問題 先講姿勢問題之前 其實講這兩隻高達 正確來說 依照一貫的做法 這兩隻真的無形高達照出來 裡面是有骨架的 不過是燒刊死了 燒死了 你說要拆就拆不了 但它是照著真正的MG來做 以金索勝可以分享一下 你第一次參與這個Gundam Jog in Hong Kong的情況 這個其實我想很多觀眾都未必知道 都想聽 其實第一次 我有份參與這個Gundam Jog in Hong Kong的時候 都很多年前 都是14年 13年14年的事 不好意思 年紀大了 什麼都不記得 那時候都有很多方案去研究過 好了 剛才不是說姿勢的問題 大家如果有記得 台場有一隻1比1的高達 那時候的1比1元組高達 RX78的時候 他的手是以一個奇奇怪怪的姿勢 可能很多觀眾都不知為何他要這樣擺 其實他本來是有一把激光劍的 但因為在日本台場 那時候就有很大風 因為很大風 令到吹到一把劍 搞到一隻高達 所以很危險 所以最後他就拆了一把劍 同樣地 他們這次的姿勢 都應該考慮過封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一直都很擔心這個問題 如果放了一隻高達出來 又被封出來吹去 頭條A1 沒有人拚 這次真的不方不紅 所以他們中間本來有很多方案 但都沒有發生 尤其是盾牌這些事情 他們其實是有想過的 但是盾牌是很吃風的東西 所以一吹到也不是開玩笑 另外也說回姿勢 所以你看到沙薩比 其實拿著馬擊光劍是插地的 有一點古怪 當然整個構圖 最古怪的地方 並不是拿沙薩比馬擊光劍 而是本身 Niu Gundam 砍在沙薩比的位置 可以增近一點 我說的位置就是那裡 其實如果還有下一格 應該會斬斷沙薩比的雷射斧 然後砍到馬山駕駛艙裡 對 大哥擺明是隔錯劍 所以下一格 基本上馬山會戰死 大家就會見不到這個 所以沙薩比的右手 準備轉上去頂一頂 那把激光劍 OK 你這樣都可以 這樣又讓你想到 不過我想這個構造 其實都是因為一些結構問題 安全問題 因為這樣可以扣住把劍 如果你放出熱能府外面 把劍就未必扣得實 未必扣得實 就有它的危機 因為始終它是照著 MG模型去砍的 其實這東西 對 你看到每一部機 比如說Niu的手腕 和沙薩比的手腕 那個波裝位 是幾清晰的 我們叫波裝位 是很清晰的 對 如果它不燒死這東西 其實是可動的 哈哈 它不燒死這東西 應該是可動的 你看到那個Niu Gundam的肩膊位 很MG 對 因為它真的照著MG做 對 因為它們最簡單的參考 對 因為它本身有CATO 只不過是回覆出來 沒錯 沒錯 當然 現階段 我們都會重複在這個會場 一會兒 其實本身都想說有幾個地方 第一 就是Game Zone 第二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很關注的Sales Zone 我也想在Sales Zone 簡單地介紹一下 其實今早也有很多朋友來排隊 就掃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些炒家 亦都炒了他們需要炒的入貨 那我期望 因為很坦白說 貨員是很多的 我就真的沒有擔心過 所以變成大家是想入手 我只是emphasize 今次Gundam.at Hong Kong free的產品 而不是Gundam based的產品 我相信其實遲少少入都沒有問題 那去過Sales booth 都維持一個月的 我相信科學員 如果他們有根據以往經驗 都應該非常充足 那這個很明顯是 這個內幕人士的通知 我也相信你 我相信你很久了 你們 好 那這裏基本上 除非我們現在拍美女 否則基本上都沒有特別 需要再補充 美女的訪問 還是留給大家看娛樂版 那些 我發現我們的觀眾很正氣 看到美女就說 關什麼事啊 不要阻礙著我看高達 不要阻礙著我看高達 這樣啊 阻礙著我 但又隻手不其然按很多like 下去了 其實本身 因為我沒有看到這個live的reply 有沒有什麼觀眾 特別想我們再 reliberate多一點點 好 暫時我們先玩這裏 稍後我們去另一個scene 再和大家報道